我和你还有康康 就是一个快乐的小家庭 从此我就是康康的父亲 你再也不用担心 他的身世问题 约翰 谢谢你 谢谢我什么 有嫁的感觉真好 明天我就回来园长 不许见相 怎么回事啊 上头有医调我去前线 院长今天问我的医院 我本来还想问你的意思 现在康康要回来了 一切都以康康为主 明天我就跟院长说 我儿子比前线更需要我 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走了 昊然 智雯啊 智雯啊 待会儿你替我去趟杜小姐那儿 卢子有什么要交代的 这是两张戏票客户送给我的 不看太可惜了 好 酒鸣 日子就得这样过 打麻将还真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 奈迪找到好牌搭子 幸亏联系上了莉莉 想不到莉莉嫁给了警察局局长 当上了局长夫人 你上辈子是不是烧高香了 碰上了就凑合着过呗 你还凑合着过 那我们怎么过呀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丈夫的面粉厂是经营得有声有色的 比在上海卖面粉强好几倍呢 那是大发赚宝了 人家不愿意做了才让给我们的 否则的话 哪能轮到我们呢 苏家还真是赚宝了 以前赚下的钱啊 够他们下辈子花了 这才叫真的好命 是啊 这才叫真的好命 小姐 苏太太 您儿子找您 罗总长 我给您送两张戏票 特别嘱咐您 别浪费了 知道了 谢谢啊 这个是你儿子啊 怎么对你这个态度啊 让奶奶惯坏了 不爱离人 是这样啊 家里老人啊宠着 是没有办法 不过 他怎么会帮罗总做事啊 我们好多喜欢用自己人 不会是爱乌及乌吧 什么意思啊 这罗总以前追求过家里 你不会不知道吧 发财 打开打开 公司的事我都已经消贷清楚了 打算明天出发去找安妮 我还以为你只是安慰我的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已经有行动了 这是干爹悬在心上的大事 我岂敢怠慢 你对安妮这么上心 如果你还不能劝她回来的 那是安妮没福气 幸好听了小妈的 其实我也想去 但最近工商界 正在筹备爱国募捐活动 我身为会长不能走 如果你找到了安妮呢 你就帮我跟她说说 我所做的一切 这都是为了她好 放心吧 我会转告安妮的 之为 老总 信票已经送到杜小姐手上了 你回家收拾一下行李 跟家里人说一声 跟萧剑一起去趟昆明 昆明 萧剑要去昆明 前安妮回来 你们两个人一起 一路上有个伴儿 干爹 昆明我自己去就行 你就让智伟留下来陪你吧 我不用人陪 安妮 你 你一个人肯定劝不回来 你们坐飞机去 会快一点 机票我来想办法 就这么定了 好的 罗总 该怎么跟奶奶说康康的事啊 薛妈 薛妈 您这是去哪儿啊 老夫人老毛病又犯了 去了医院 医生说得住院观察 我回来拿些东西 那康康呢 大姑爷和康康在医院 陪着老夫人哪 我跟你一块去吧 好好 拍拍拍 拍 老夫人 老夫人 二小姐来看您了 奶奶 薛妈 您也真是的 怎么把雨晗都叫来了呢 是老夫人和二小姐心有灵犀 她刚好回来了 奶奶您觉得怎么样 身体要紧吗 我没事 人老了毛病就多了嘛 都是薛妈跟俊杰 听了医生的话非让我住院 老夫人 要乖乖听医生伯伯的话 这样医生就会给你糖吃 病就会好了 对对对对 老夫人只要有我们小康康在 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是 康康真乖 奶奶再亲一个 康康陪着祖奶奶 祖奶奶很快就能回家了 对啊 院长 很抱歉 我不能去前线了 因为我儿子要回来了 不是才结婚怎么会有儿子呢 儿子是跟他妈在一起 那孩子多大了 五岁多了 从满月我就看着他长大 院长不好意思 那上头那儿得请您帮我回绝了 哎呀 怪我没事先了解清楚 就向您开口 是我不好意思啊 您别这么说 没关系 那请院长赶紧找替代人选 别耽误了证事 嗯 我答应不争调你 不过我有个要求 院长请说 你不准离开我们医院 康康你跟姨父说 姨父你快好起来吧 姨父你快点好起来 好好起来 要姨父陪康康玩是吧 是 打篮球 好啊 这才是真真切切的一家人 啊 却因为种种礼物不能团圆 父子天心 我能给康康父爱 却取代不了方君记 爸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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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康啊 哎呀 你怎么来医院了 我陪祖奶奶来看医生 哦 奶奶要不要紧 老毛病发作 有眼观察 哦 一会儿我去看看 嗯 罗医师 哎 俊杰 你的脚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嗯 有时候会痛 特别是下雨 或天冷的时候 而且 还是使不上力 这两天你有空来趟医院 我帮你做检查 啊 我的腿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嗯 简查看看是什么原因 引起了疼痛 这样比较安心 好的 康康 爸爸要去看病人了 你看这妈妈 还有衣服玩 要乖要听话 知道吗 知道没问题 乖 那我就先送康康和俊杰回去了 好 路上小心啊 爸爸再见 哎再见 谢谢罗医师 再见 再见 哎 再见 路上小心啊 啊 爸爸再见 小姐 您要吃宵夜吗 吃吃吃 就知道吃 你能不能向他别打 你能不能向他别打 秀太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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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美 我是佳丽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我怕你误会 所以想要跟你解释一下 很多年前 浩东的确追求过我 我没想要打算 他人的态 是否是个惹 尽便是个惹 我 是个惹人的 都不想到 你便宜了 我没想到 你不想到 你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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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实说 你跟昊东之间 究竟还有什么秘密 是我不知道的 我跟昊东之间 是坦坦荡荡的 坦坦荡荡的话 那你们俩干嘛 联合起来瞒我 我们两个真的没有联合 昊东怎么想我不知道 我只是怕 我跟你之间有隔阂 所以就隐瞒了这件事 想不到 真是对不起 再说 我跟你在重庆重逢之后 几乎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我跟昊东之间 要是有什么事 能够瞒得了你吗 好了 我相信你说的话就是了 没有就好 我们俩还是好姐妹 喂 你好 罗公馆 老爷 杜小姐找您 知道了 稍等啊 喂 好冬 我没有把你吵醒吧 现在都几点了 我哪有那么好的命 躺在床上 什么事 晚上你早点回来 陪我去听戏 这两张票是给你和嘉丽的 嘉丽没空吗 我也没空啊 最近公司的事特别忙 你别给我添烦就行了 嘉丽不去 你不会找别人去啊 什么态度嘛 昊东为什么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了 难道他不喜欢我了 不对啊 每次我和嘉丽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他都挺开心的嘛 我是罗昊东 请问哪位 我是咖啡厅的服务员 请问您认识一位 叫冯嘉丽的女士吗 真是 她怎么不直接打电话 她在我们咖啡厅 身体有点不舒服 您看 您能过来一下吗 她怎么了 能不能让她跟我通话 不好意思 恐怕不行 冯女士现在没有办法站起来 到底怎么了 好好我马上就来 麻烦你帮我照顾她一下 谢谢 请问您是罗先生吗 是 是你打电话给我的 冯女士现在怎么样 请跟我来 上次你向我介绍的那个 真的很好用 是吧 是吧 嘉丽 嘉丽 你怎么了 你急死我了 你不是公事很忙吗 把你给急成这样 多令人感动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啊 还有什么话好说 好 好 你想吵架 那回去找 进来 老爷 出去 坐下 你开个架 咱们分手吧 分手 分手 为什么 这十几年来我们在一起 不是好好的吗 为什么要分手 为了个名分 动不动你就找 成天出难题 找麻烦 我受不了了 你既然相处那么痛苦 不如好敬好散 你开个架 我尽可能满足你 不要 我不要分手 不要 好痛 我真的很爱你 我爱你好痛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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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妈 你累不累呀 不累 我还以为这次回不了家了呢 看您说的 您是老当义壮 长命百岁 老夫人 我把这些都拿进去啊 去忙去吧 是 老夫人 现在过一关 试一关 多活一天 都值得高兴 看您说的 我扶您上去休息吧 好 祖奶奶 你干吗 你撞到你祖奶奶怎么办 好了 哪家的孩子不蹦蹦跳跳的 没事的 妈 您有心脏病 万一吓到您怎么办 奶奶 对不起 康康她知道祖奶奶回来了 所以一时太开心 就冲出来了 她不是故意调皮的啊 要你插什么嘴啊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我都说了没事的 少说两句吧 行 妈 那您上去休息 没事的啊 医父 对不起 都是我害的 不关康康的事 傻瓜 医父没事 乖 自己去玩吧 去吧 玩去了 怎么 还有事要跟我说呀 妈 我想搬回来住 这样方便照顾你 这就对了 我等你这句话很久了 一家人干嘛分开两地主 是吧 那我去收拾行李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大家住在一块儿 低头不见抬头见 我希望 你不要难为俊杰 行吗 只要俊杰 不做对不起与童的事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那好 我有点担心 如果我搬回来 志伟会不会不高兴 没事的 这事 包在我身上 谢谢妈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杜小姐 会不通知医生 就让我们搬家 一定是搞错了吧 是我家小姐 让我过来传话的 不会搞错的 二太太来了 你有什么话 你跟二太太说吧 阿贵 出了什么事啊 我家小姐说 这房子另有用途 让你们苏家先搬走 不是说好了让我们住吗 说变就变 太奇怪了吧 妈 我想这中间有点误会 都是你 喜欢占小便宜 当初付房钱不就没事了 现在好了 一家大小搬到哪儿去啊 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当初是因为 因为是老朋友 所以我才接受他的好意 老朋友 老朋友就可以坐见人吗 阿贵 你先回去 我随后就过去 我去问问任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 苏太太 来 严明 你何必来跟我哭去啊 罗浩东 不是爷给你买了别墅了 而且那栋别墅 比你现在住的那栋 还要好 你们可以搬那去住 那栋别墅已经让地产公司卖了 我没接受 如果你不信 可以去查 好吧 我就相信你 如果你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 你们苏家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谢谢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突然要收回这个房子 我不想问 因为我和罗昊东只是朋友 以前是 现在是 今后该怎么做我心里很清楚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还生气凌远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只是隐瞒了 我跟她过去的那一段情 那也是为了你好 怕你多想 是善意的隐瞒 从下个月开始 我会给你房积 最近我妈身体不太好 我答应过她要回去住 我照须去收拾行李 我答应让你走了吗 你听好 我要你继续住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之间已经闹到了这种地步了 同属在一个屋檐下 不是让大家都难受吗 我明白了 你是怕我跟罗昊东继续往外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你是不是心口如意 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我连一毛房钱都不收 要不顺着认为 她势必逼我们搬家 那苏家一大家子人上哪儿去住 我要怎么跟妈交代 至唯一会怎么想 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我都听你的 好不容易才凑成了局 少了一个搭子 这个麻将还怎么玩下去 我答应了我妈搬回去住 我得回去一趟 给她好好解释解释 不回去也能解释清楚 不回去也能解释清楚 你好 萧氏地产 一彤 是我 妈 奶奶今天出院了 我把她送回家了 真的 太好了 这样 我晚上买点东西回去 我们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我现在在任美阿姨家里 你回去告诉奶奶一下 任美阿姨说了 那件事啊 是个误会 她说的不是那套房子 是阿贵听错了 什么房子 你就这样告诉奶奶吧 她会明白的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回去 跟奶奶说 来了 来了 玉桐啊 排局开始了 我过电话了啊 玉涵 玉桐 我有话跟你说 行 我们找个地方 好 那我们去咖啡厅吧 好 先生 先生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 大巴山一战 皇军死伤不少 指挥官很愤怒 现在需要大批纱布 动作要快 康康还是没有机会来 这奶奶呀 实在是太疼爱康康了 你是没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的样子 我实在是不忍心 提出来说要把康康带走 要不 让康康留下来再陪奶奶一段时间 等过一阵子再说 我理解 没关系 我可以的 不过我和雨童说了 我说俊杰 不能让康康做干儿子 我说这是你的意思 你可别忘了啊 如果见到他们的话 不能说漏嘴了 好 我知道 可这样 岂不是显得我不通人情 我都替你想好了 我说你给康康找了个算命大师 算命大师说呀 康康的命令只能有一个爸爸 否则就会行客的 这种点子你也想得出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你放心 不会有人怪你的 怎么啦 有什么事吗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点心烦 说来听听啊 你们厂里不是出产纱布吗 是啊 你们这个干什么 现在前方战时吃紧 纱布很紧缺 很紧缺 需要赶紧送给前方 可是现在医院 也缺这些医疗物资 我正想通过私人关系 去夺活源 正在为这个头疼 突然就想到你们厂了 你还真是问对人了 如果你需要呢 我们厂里的棉纱 可以不卖出去 留下来制成纱布 机器人员都是现成的 很方便的 那太好了 明天我就找大哥说去 行 赶紧吃吧 好 来 慢点啊 对了 今天允晗来找顾我 什么事啊 他说昊然不同意康康 给我们做干儿子 没关系的 我们以后可以自己生啊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你别想太多 你的腿一定能康复的 好 好 好 于头 自从我腿受伤以后 你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 我心里是知道的 是明白的 谢谢你 你现在真的已经不在乎 你不在乎的 你真的这么爱安妮吗 别跟我打马回眼 我要听实话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得给罗总一个交代 至于安妮会不会回心转意 并不重要 好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陪你来 反正他又不爱我 我走这一趟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你好像挺关心他呢 我对他只有歉意 毕竟呢 在他身上发生了这么多 不如意的事情 他很可怜 谁说不是呢 其实我也是受害人 走吧 你们别忘了 下午给病患药啊 好的 护士长 有人找安妮 安妮 有人来找你了 你下去看看吧 找我 会不会是你爸怎么办 安妮 你来做什么呢 你爸都急死了 本来想亲自接你回去的 可他太忙了 所以让我来接你了 你替我转告他 我是不会回去的 这里不是你这千金小姐 该待的地方 跟我回去吧 这里远比跟一个不爱的人 生活在一块儿 要快活多了 冲动的热情 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怀念家里 幽默的生活 和重圈所有的遗弃 如果这些是要 以荒谬的婚姻做陪陈 那我宁可不要 你就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你走吧 回去替我转告我爸 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 目前正在接受护理训练 学成了 就会分派去前行 没别的事情 我先回去上课 走吧 任务完成 可以回去向罗总交代了 走 走 大哥 大哥 无事不当三宝殿 说吧 有什么事让我帮忙 我急需一批纱布 能帮我赶出来吗 你当我这是小作坊 生产订单 都是几个月前下的 现在要更改很难 我要的不多 只要三万达就行了 厂里早就不生产纱布了 生产这个不挣钱 不过大哥 我现在是急用 急用 那也得厂里能生产才行啊 我问过了 制作纱布轻而易举 机器人员都是现成的 这谁跟你说的 你别管是谁说的 就说行还是不行 不行 如果现在生产差不多 那得违约多少订单 厂里的是我不管也不懂 我只知道要救治战场上的伤病 希望大哥能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 以国家民族为首要 不是就你一个人爱国 我现在正在发起工商界筹款活动 筹到的钱送到前线 交给最需要的人 到那时候别说三万达 三百万达都不是难事 可是现在前线急需要杀伯 我就想问 如果你决定做 什么时候可以生产出来 最快也得三个月 三个月 那送到战场上那些伤兵 早就没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只能说遗憾了 大哥 你怎么这么冷血 连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 你干嘛非要管这么多 你做好你的事不就行了 你照顾好你的病人不就完了 你赚的钱还不够多吗 我没听说过有人嫌赚钱赚得多 如果我像你这样感情用事 大罗沙场早就关门了 道不通不祥为谋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我不会去厂里帮忙了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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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忠 哈 您好 杜公馆 罗总 您好 您找我们家小姐啊 我帮您叫她 不找小姐 有 有 有 冯小姐 罗总电话 找我 是 来了 喝茶 喂 雅玲 我这几天 遇到好多烦心的事 你什么时候能有空 陪我吃顿饭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我们在打麻将呢 有事以后再说吧 啊 来来来 继续打 继续打 罗总 苏主任 你工作很努力 办事能力也很强 我希望你能够专注你的工作 其他的事你不要管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每一家公司 都有它的商业机密 不可以随便对别人说 即使是浩人 但那不是别人哪 他是您的弟弟啊 一视同仁 只要他不是厂里的员工 即便是皇亲国戚 都是外人 你听明白了吗 我没有听明白 我们厂里有生产纱布的能力 这是可以救回多少人性命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做呢 做不做 由谁来决定啊 是由我不是你 知道吗 你给我搞清楚了 唉呦 胡啊 胡了 唉呦 我多好的牌啊 你看呐 青衣色 真是的 我这么好的牌 给钱 给钱 我这青衣色一条龙啊 给 谢谢 真是 给 我不想玩了 我输了那么多 要不咱们再打几圈 来来来 再来几圈 真的不好意思 我头有点痛 改天吧 我们下回再约 好了 莉莉 既然人美都不舒服了 我们就下次再打吧 想翻本啊 等下回吧啊 那好吧 不好意思啊 阿贵 阿贵送客人 好的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你以为 我是大中脸充胖子 郝东不会娶我吗 告诉你 我度人美 没那么容易让人看别 你误会了 我不是在谈论你跟郝东之间的感情 我指的是我和你 如果你怀疑我 你为什么 还让我住在这儿 两个人这样过日子 多别扭 别扭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 他该是我一个人过怕的 有你在 我反而觉得踏实 那就请你相信我 朋友之间 最忌讳猜忌 我猜忌你 你稍往脸上贴近了 我再不计也比你强多了 婚了半辈子 也不过是个二太太 什么好门贵妇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要不是我可怜你 你们一家老老少少 现在流露在哪里 是 我是没有名分 但总好过 给人家做一太太 我虽然没有儿女 也好过 有儿子却不认自己的娘 羞辱够了吗 我可以离开了吧 我可以离开 又2014 001 002 005 001 002 001 002 003 003 001 003 003 001 002 我触摸你 却搁着天涯 心不平 再续挣扎 问怎么缓乱不了枇杷 永远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永远深深深入无海 永远相思 任情仙掌满清海 永远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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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明白情仙 永远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永远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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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相守